范蒂冈电塔训 教宗方济各7月26日访问意大利卡塞塔市 为20多万信友举行感恩祭 他援引马窦福音关于宝藏和珍珠的比喻 谈希望的主题说 耶稣教导我们天国是什么 如何找到它 为享有天国该做什么 这两个比喻使我们懂得 天主的国临在于耶稣身上 耶稣就是希望,就是宝藏 人们一旦找到它,生命就会转变 耶稣的灵在转变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面向弟兄的需要 祂邀请我们接纳每位其他人的灵在 也包括外乡人和移民 耶稣的灵在是好客,喜悦,结出丰硕果实的灵在 如此一来,天国就在我们内 教宗说 耶稣就在我们当中 祂今天就在这里 祂说过 若你们因我的名聚在一起 我就在你们中间 家宗邀请信友们常随身携带福音书 每日阅读一小段 祂告诫信友们 为享有天主的国 光凭热情还不够 还需将天主放在首位 把天主放在首位 意味着有勇气向坏事说不 多一种服务他人的生活 遵守法律促进公义 二十三国 三十五人 足备 整个小段 一九人 感谢观看